老伴从这边好了 那从那个全部里面的你可以找那个Average 或者在统计还是在这边Average 这个这个算平均嘛 其实从上面也可以啦 不过今天这个点下去没错没关系 按确定好 那再来他要问你说 你给我什么 给我你要平均的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 第一个先把我们刚刚的公式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对不对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可以 我看干脆在这边格子太小了 干脆先按确定好了 确定之后的话做什么 再移到这个的后面的后刮弧前面 后刮弧的前面对不对 你先逗点一下 表示第二个成绩再贴上 然后呢贴上之后把这个F3呢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G3 所以变成这两个的平均 先打勾一下 一样巴数 再来这个第三个成绩的 你一样在后刮弧的前面点一下 先逗点 然后再贴上 一样是贴上什么 那个V路函数 那这个V路函数呢 当然除了说这个位置要改 本来是F3改哪里呢 F3改H3 F3改H3 还有这个对照表 它是烤鸡等级的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烤坪等级 那怎么改 其实你可以选取之后按F3 然后把它改烤坪等级按确定 他就会怎样 帮你盖过去了 所以特别之后不用删掉了 你又选起来 F3 选 OK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平均一个两个三个三个 帮我做平均打勾 OK就完成了 点两下 就算出来了 稍微比较冗长 不过也是可以分三个阶段来做 第一阶段先做这个 查出假 它的等级 再来插入一个Average函数 先把你这个公式放进来 再来分别再加一个斗点 然后放一个 再放斗点 再放第二个 这样可能做比较不会错了 也许你还有更好的方法的话 我想你就用你比较习惯的方法 比较不会错 另外旁边这边有一个公式 他如果你的公式比较长的话 这边有一个展开 你可以展开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看打勾就完成这个加全 那比试的话 题目里面是说这个乘以0.3 这个乘以0.7 所以直接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乘上0.3 加上这个乘上0.7 这样就可以了 上面有分数打勾 点两下 那合计的话就是什么样的 把这两个成绩把它合计起来 这两个合计的话 看一下 题目里面是说 要把什么呢 这一个乘上0.4 是 明镜业